各位朋友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继续关注探讨 镇江老兵维权的事件 这一期事件是起因于6月19号 镇江老兵到市政府门口维权的时候 遭到镇江市政府唆使和调动的地痞流氓的殴打 其中数名老兵受伤 一名老兵受到重伤 现在还在医院抢救治疗 那这些老兵就向全国各地的退伍老兵 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到镇江来参与 声援他们的维权活动 那各地老兵接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纷纷从各自的家乡向镇江进发 现在聚集的人数目测已经达到了两三万人之多 同时江苏镇江的江苏省政府的 他们也没有闲着 他们在江苏省调动了各个市县的大量的维稳力量 大量的警察到镇江市现场抗议现场来进行维稳 所以双方现在维权一方和维稳一方 现在进入一个对峙的状态 那因为这次呢是涉及到一个比较敏感的 这个维权群体老兵这个群体 他们所以说呢 那正江市政府现在呢 暂时的他还没有大规模的使用暴力 我认为呢现在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处理权 已经从正江市政府转移到江苏省省政府 甚至是中央的这个级别 所以这一次呢 只要这个中共啊政府这一方啊 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稍微有失策 整个事件呢就会进一步的扩大 就会完全失控 因为老兵这个队伍啊 他们有一个特点 第一个呢 是他们的组织性非常的强 战斗力非常强 第二个呢 他们是在全国各地啊 他们这个底气非常足 因为他们自己觉得啊 是为国家为这个政权做过贡献的人 那么现在他们提出来这个要求啊 比其他的阶层呢 更加理直气壮 所以呢这个中共政府啊 也由于考虑到他们这个特殊的身份 怕他们的影响到现役军人的这个士气 因为那现役军人那可是 中共这个专制政权的最后的依赖 他怕影响到现役军人的士气 所以对他们呢也不敢乱来 所以现在呢就呈现这么一个状况啊 这个全国老兵的维权呢 从去年开始啊就一直没断过 其中比较大的几起就是去年的两次到北京的集体上访 还有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全国各地的老兵 到洛河深渊当地老兵这个维权 现在呢又发生了镇江维权事件 那每一起维权事件呢 这个参与的老兵人数啊都有数万人之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那我就发现了这个老兵维权事件里面呢 有两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呢 就是这些维权的老兵 他们动员组织 这个工具啊并不是很特别 也就是运用的国内的大多数人运用的 这些通讯工具比如说微信啊QQ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小的什么飞信啊 这样的一些通讯平台 他们用的硬件也是大部分是国产的电脑啊手机 所以说呢 他们的通讯是完全暴露在这个中共维稳体系的监控之下的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受到监控的 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还是成功的聚集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 那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主要的原因就是啊 他们这个群体太庞大了 太庞大了 而这个中共啊 他没有这么多的警力来把他们 能把他们的全部抓捕完 甚至是没有这个胆量啊 抓捕他们其中的这个领头的人 所以他们即使是这个信息受到了监控 但是中共如果不能大规模的抓捕的话 那么你即使是把他们信息暂时的阻断了 但是他们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那马上绕过中共的这个信息屏障 他又可以联系起来 你微信群给你拆散了 他们又可以再组建一个QQ群给你封号了 他们又可以申请一个新的号 那么反复的这样的较量 中共的维稳体系啊 维稳机构啊 他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他们的人力是有限的 所以只要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他不屈不牢的 大家要相互之间联系起来 他就一定联系的起来 他们要一起来行动 他们就一定有能力来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 从去年以来 这个老兵的维权从来没有断过 而中共的维稳机构拿他们呢 几乎说是束手无策 所以这个老兵群体的这种维权的这种聚集的这个成功的经验呢 实际上也是可以推广到所有其他的抗争群体的 所以只要大家不择不牢的相互之间联系起来 那如果是有一个人被抓了 大家就重新联系起来 再去声援他们 再去威胁这个中共政权 你们不放人 我们就把事件搞大 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的维稳体系 他就失效了 他所有的监控 他就失效了 第二个有趣的现象呢 就是我们在视频上面可以看见 全国各地的有很多地方的老兵 他们到某一个地方去声援自己的战友 进行维权的时候 他们是整整齐齐的排着队 唱着歌甚至是穿着军装去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完全不畏惧 这个中共的这个维稳体系来拦截他们的 而有一些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呢 那中共的维稳体系真正的真是没有拦截他们 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这个成都的老兵 这个千里迢迢从四川赶到这个江苏正江 那就是集体排着队上火车的 而且那个当地的那个火车站呢 还跟他们安排了一条专用的通道 让他们在那集体的排着队上火车 上一次到去年的八月份 老兵进京维权的时候 那湖南的还有几个省的老兵进京呢 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整整齐齐的穿着军装一起上火车 而当地的这些这个火车站呢 并没有出现大量的警力呀 对他们进行戒备呀进行阻拦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那就是因为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呢 是中共的各个地方的这个维稳机构 他们有一种心态 就是说你这些人呢 只要不在我管辖的地盘上面闹事 那么我是没有责任的 我是欢送你们出境 你们到别处去闹事就去闹吧 所以现在的中共的这个官僚体系 他们并不是说他们忠于这个政权 而是忠于自己的放晚 只要不在自己地盘上面出事 我们就不管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中共内部也有不少的人 对这个体制非常的失望 非常的绝望 从他们自己利益的角度考虑 他们是希望这个体制赶紧垮掉 尤其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一方面呢 大搞选择性的反腐 让体制内的所有的人呢 都人人自危 人心惶惶 只要习近平这个在位一天 他们就没有安全感 另外一个方面呢 习近平去年又通过修宪 废除了对国家领导人任期的限制 也就是说他想搞终身制 那么这么一个对大家的这个身家性命 都有危害的这么一个人 还要搞终身制 大家想一想 设身处地的 为中共体制内的官员想一想 他们现在是不是希望这个政权垮掉 他们希望政权垮掉的这种急迫的心情 我想比大多数的我们维权者民运者还要急迫 所以在老兵维权在其他的维权事件当中 他们这种心态呀就一定会表现出来 一定会表现出来 那这一次呢 郑江老兵维权事件 中共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来消解 来把这一次的危机化解掉呢 我认为这次他们采取强力手段进行镇压的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小 而是会采取这种抚慰的比较平和的手段 第一个呢 我认为他们有可能会彻查 彻职查办 郑江市的一些主要的领导 和这个个别参与这个殴打老兵的这样的直接的责任人 让跟老兵一个交代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会派出各个省的这个维稳机构的 各个地区的维稳机构这个跟当地的这个老兵来进行了这个威胁利用 让他们感觉到感觉到这个现在撤回去有好处 不撤回去呢 又有点风险 第三个呢 他们说会对这些这个这次维权事件当中的受伤者 进行一定程度的安抚补偿 这个情绪呀逐渐的平复下去 第四个呢就是以这个所谓的爱党爱国的这个过去 他们一直用这一套给老兵洗脑的这一套东西 来重新跟老兵来讲理 来给他们重新洗脑 尤其是那些这个领头的过去在军队里面呢 当过这个中下层干部的这样一些复原军人 转业军人 他们有可能这个接受这种洗脑 只要其中的一部分接受了这一套的这个观念 主要的这个诉求 比如说撤职查办这个政府官员 抚慰受伤者 这些诉求又得到了满足 那么这些老兵就有可能散去 那整个的事件呢 也就被中共化解了 而一旦散去之后 绝大部分参与这件事件的这个老兵呢 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那这整个的这次维权事件 又会陷于失败 那怎么样才能成功 我们现在呢全国各地都有一些 民运维权人士和当地的老兵群体 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联系 我希望大家利用好这种联系 来给老兵群 来给他们进行这个烦洗脑的工作 每一次遇到了 类似于郑江维权事件的 落合维权事件的这样的事件 这样的时机 就要向他们结合当时的情况 来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来给他们出谋划策 来给他们讲清中共的本质 这个郑江维权他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成功 首先呢第一个建议 第一个给他们的建议就应当是 你不要把每一次的维权的这个诉求 搞得太具体太小 每一次维权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无论起因是什么 都一定要把那一件事情的 针对那一个维权事件的具体的诉求 比如说这次是郑江老兵被打了以后 要求这个市政府交出凶手 要求他们赔偿 要求他们道歉的这个具体的诉求 和整个老兵群体的整体的诉求 比如说在全国范围内改善老兵的福利待遇 落实老兵福利待遇政策 把这个诉求和这个具体的诉求联系起来 让当大家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是老兵的力量最大的时候 你们要趁自己力量最大的时候 提出自己最想要的最大的诉求 不要杀鸡用牛刀 第二个建议老兵群体 一定要让他们认识到 一个单独的群体的抗争 人是这个力量无论怎么样 是没有办法和整个政权 国家机器来抗衡的 所以说一定要动员起 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来参与来支持 现在呢我们发现了 各个地方的这个老兵维权事件 他们就很难走出这一步 他们总是在号召自己的战友出来 当然这个很好 这个也很好 但是还不足够 不仅要号召全国各地的老兵 出来声援来支持 而且呢要号召 这个全国各地的其他阶层的民众 大家一起来声援支持 老兵呢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是非常受人尊重的 也是社会大众这个尊敬同情的 这么一个群体 在中国也是这样 社会大众对他们呢 并没有太多的厌恶感 社会大众最厌恶的是警察 但是对老兵 他们还是比较尊重的 那么当老兵陷入到这种生活的困境 以至于要集体维权的时候 是能够引起社会大众的 这种感情上的共鸣的 社会大众是愿意支持他们的 但是你一定要呼吁 所以一定要号召才行 大家都有恐惧感 现在你们出来了 要帮助大家打破这种恐惧感 显示出你们的力量 显示出你们的这个道义责任 这样子情况下 大家都一起出来 那么你们更容易成功 第三点就是你们不要再喊 拥护共产党拥护习近平 这些恶心的口号了 现在这个共产党和这个习近平 现在在绝大多数老百姓心目中 形象是非常差的 地位是非常低的 大家都对他们非常的厌恶 那你在这个时候喊出这种口号 就是对调动整个社会大众的同情 完全没有好处 那为什么要说呢 那有些人可能认为 说这是我们的一种策略 我们这么喊了以后啊 中共的就不敢镇压了 请大家一定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中共要镇压你们 是因为你们触动了他们的利益 是因为你们威胁到他们的政权 只要他们有任何机会 他就会镇压 而不是因为你们喊出几个口号 他就能够放过你们的 你们即使是天天把习近平 把中共放在神台上供着 但是只要你威胁到他的利益 威胁到他们的统治 他们一定是对你们要下毒手的 现在之所以他们没有下毒手 不敢下毒手 是因为你们组织的好 如果你们组织的更好一点 你们的动员能力更强一点 你们把全社会都拉进来 帮你们维权 那个时候他不仅不敢镇压你们 而且他们会答应你们所有的要求 所有的要求 答应你们要还给你们所有的 你们应得的利益和权利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认清到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就是你们要想不 要想不被镇压 就是要调动大众 而喊出那种拥护共产党 拥护习近平的这种恶心的这种口号 是绝对不利于调动大众情绪的 那今后呢 大家只要改一改 哪怕是你不提了 不提共产党 不提习近平 我们就提维权 我们就提退伍老兵的权利 这都会对你们维权非常的有好处 那现在呢 我就提这么几条建议 希望全国各地的这个民运的和维权的朋友 当你们呢 跟老兵交往的时候 转述我们的这些建议 那我们全民共振平台呢 这个今年三月份开始启动以来 国内的发起人和很多的政友 现在呢 都在在各个阶层各个地区 向大家传播这个共振的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 共振的概念 就是说单独的这个一个人一个群体 一个地区的这个维权是不能成功的 所有的人一起来 大家把频率调到一起 产生共振效应 那么民间力量就会胜过专制体制的维稳力量 那个时候我们的整体维权 全国维权就会成功 那个时候啊 就是专制制度破局的开始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